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草 今天我来开箱ROG和EVA明日香联名的全家桶 先来开箱主板 这一片主板是ROG Z790HELL的联名款主板 先把封条打开先 对面有个封条 把它打开 主板拿出来 近距离看一下 咱们来看一下主板的背面 IO接口 把膜撕掉 这张膜也撕掉 还有这一张 这里还有一张 撕掉膜之后再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 插上这个让主板RGB灯亮起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关灯的效果 现在来开箱水冷华硕ROG龙神三代360水冷联名款 把这个割开 拿一张卡片 这包装就很帅了 这样抽出来 好 这里面肯定是拿三个积木风扇的 先把风扇拿出来看一下 红色的风扇 红色的风扇 专门定制的 很漂亮 ok 三个风扇都拿出来了 这上面的图案都是专门经过定制的 特别好看 ok 三个风扇都拿出来了 先给它转一下 这个风扇是磁吸的 这样子 近一点 这样就吸上了 很酷有没有 好 现在准备把水冷拿出来 那这就是龙神三代联名款的水冷了 看一下冷头 那这个冷头呢也是专门定制的 很漂亮 冷排的侧边呢 用了ROG和EVA的logo 两边都有 ok 现在来开箱电源 ROG雷神二代一千瓦联名款电源 好 把这个割掉 是个手提箱来的很酷有没有 ok 这里打开 好 然后就打开了 这里面应该是说明书 就不看了 这下面呢是电源 还有一些绑带 三个绑带 先把电源拿出来 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 好 电源看完了 先看一下 还有一个这个 应该是显卡线的 那这里面呢就是电源线了 电源线呢也是特别定制的 黑红色 这个呢是显卡线 供电线 还有SATA的大四拼的线 好了 别的就没了 ok 现在来拆显卡支架 ROG大力神联名款 显卡支架 先把它拆开 ok 现在来拆显卡 华硕ROG4090猛禽年名款显卡 把这封条给它割开 然后这样打开它 这样开才不会破坏到箱子 然后拉出来 OK 显卡拿出来了 OK 显卡拿出来了 看一下显卡都配的什么配件 看一下显卡都配的什么配件 还有个迷你的尺子 很迷你 一张卡片 EVA版本的 又是另一张卡片 显卡支架 说明书 显卡插线 要注意事项 插不好可能会烧 好 显卡安装说明书 显卡转接线 EVA的绑带 这个就很漂亮了 然后显卡支架 红色的 这样子可以调节高度 这样再松一点 那就可以拿出来 再这样子装回去 再锁紧 它就变成螺丝刀了 OK 现在来给显卡撕模 先撕掉这一张 不开口 就不开口 你不开口 在咱们会继续 拋出来 好 好 然后在咱们要 来 沾卡 好 好 OK最后来开箱ROG创世神年名款机箱 OK本期开箱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两天我会把这一台年名全家桶录视频装好 然后发出来给各位大佬看看效果 感谢各位大佬的支持 记得三年哦 谢谢